好 幾年前發生的華山分射案 主嫌陳柏千因為涉嫌性侵 還有勒弊酒醉並且分屍 女學員遭到一審判處死刑 沒有想到高等法院居然敢判無期徒刑 今天跟一審結果出爐 依照強制性交故意殺害罪 判陳柏千無期徒刑 並且恥奪公權終身 但他等於是再次逃了死刑 讓這女學員的父親完全無法接受 痛罵梅天嶺 殺人了 竟然不怕他死去 到底我們國家到底想會死嗎 是不是請我們證明解釋一下 陳柏千在更衣審是否認殺人 甚至還繼續狡辯 而且還說兇嫌是身分不明的 懷疑男子Eric 檢方痛斥陳柏千推給不認識的人 沒有叫化可能也不會悔改 最後應該要判死刑 但沒有想到更衣審是判無期徒刑 目前全案還可上訴 好 這檳榔扎根煙地再隨地扔的話 小心口袋的新台幣也會被你扔出去喔 因為就有民眾透過環保局檢舉 還賺盡了好幾十萬 更有一名檢舉達人 這三年來總共領走了一百多萬的檢舉獎金 環保單位就呼籲民眾 不要再隨地吐檳榔紮根亂丟煙地了 右手輕輕催著油門 左手拿著煙邊騎邊抽吸了 好大一口後竟隨手一人 也有民眾在等紅燈時 把握機會趕緊抽兩口 但下一秒也是隨地亂丟 違規者輕輕一彈 新台幣就飄走了 隨手一放又吃到一張罰單 但這可讓檢舉達人賺飽飽 一百零八年就有民眾靠著檢舉 賺到六十七萬多元 去年更有人因此領到一百零七萬六千多元 這樣的一個案件 大概他的件數是一千七百多件左右 就包含可能有一百零六年一百零七年 跟一百零八年的一個案件 隨地吐檳榔民眾看不下去錄影存證 還可零獎金 雖然去年檢舉獎金 從罰還的六十趴降低為三十趴 不過民眾仍相當踴躍檢舉 從民國九十二年開始 民眾檢舉亂丟煙地 亂吐檳榔紮汁的惡習 統計十八年來 檢舉財罰共一萬七千多件 環保局也特別呼籲 民眾亂丟煙地或亂吐檳榔紮汁 一經查證屬實 將亦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可除新台幣一千兩百元以上 六千元以下罰還 民眾可不要和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記者潘正賢 彭新美台東報導 做生意應該要同所無期 可是家長就控訴 他的國中生女兒到髮廊消費被坑了 小港漢明路這家髮廊 招牌標榜 洗髮九十九元 洗家景也才二八八 但高雄有家長控訴 設計失誠 家長不在 對國中女兒推銷 結帳價格嚇壞人 原來前一天 媽媽帶著十五歲女兒到髮廊交代 只要洗跟減髮結束之後 再來接 沒想到最後女兒打回來 說總消費金額兩千六百八十八 麻煩店家跟我們解釋一下 既然店家說他們在非常忙碌 我就跟女兒告知說 你今天店家不想講 我們不知道什麼療程 我們沒有這個經濟去付這個錢 不滿設計師趁家長不在對著未成年女兒推銷 家長說當時要求業者解釋 對方第一時間不理 家長說不付錢 對方這才交代 原來不只洗家檢還多做了護髮 跟頭皮理療 最後雙方協調只收半價 其他網友也回應 之前去染個白髮三千就不見了 要推銷時態度很好 付完錢就隨便洗 我們裡面的服務人 有說要算金額給學生看 那學生說不用 有沒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這樣子的一個契約是 如果家長不同意的話 那是無效的 儘管業者解釋當時有說要算金額 是國中女學生不要 但消保官認為家長不在 卻做了指定以外的其他項目就是不對 契約不成立 呼籲業者可別自毀商譽 記者林一清高雄報導